工程人員積極趕工中 为地内国中活动中心 换装新的木质地板 这是在教育部以及市政府教育处 大力支持 总共700多万元经费下 进行铺设木地板 以及改善舞台的工程 非常感谢教育部国教署 和基隆市政府教育处的 一个大力的支援 这次呢总共有769万的一个经费 来改善我们活动中心的地板 还有我们的舞台 那也很高兴呢 我们的艺座呢 也都非常的关心 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发展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也特地到现场关心了解工程进度 同时协助学校购置20万元的地点 未来办活动时 可以铺上去保护新的地板 更希望这里可以成为 全市最好的室内篮球场 全管的这个地板的更新 把它改成木质地板 那这个木质又非常特别 它这个木质的材质 它是比照这个 我们那个国际篮球总会 我们FIFA的规格 那测制完之后 连篮球框一并都更新 即周边的粉刷的工程 一并把它做一个改善 那未来这个场馆 我们定位活动场馆会是 在我们基隆市 我们所有的学校里面 是地板是最好的 那是最适合这个 运动活动在这个 我们体育馆来做一个进行 那我这边呢 我们敏勋这边也特别在 帮助学校购置这个20万元的地点 那让这个运动 除了运动之外呢 我们学校其实会办校庆啊 或是办每个招会 或是有任何活动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在上面铺成一个保护店 让不会去影响到 不会去破坏到这个 让这个木质地板来做一个 破坏到或受伤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是我这边今天特别来关心的一个重点 那也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工期 那从我们1月27号开工 过年后开工 那那个60个工作天 其实目前做的进度都差不多了 那预计在这个3月底会全面来做一个完工 那未来我们会赶在这个4月14号 我们第二国中校信前 全速来做一个完工呢 那我们也会跟校长 然后跟我们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讨论 那在开幕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可以尽量邀请到 包含我们很有全国有名的 我们的林志杰 跟我们的蔡文成 那他都本身都是我们的基雍人 那尤其文成就是我们住我们地内 那所以说我们会 希望说可以邀请到 这两位篮球的明星 我们自己基雍的在地子弟 来帮我们开球 那未来这个场馆 我们也会多加利用 让这个场地是最适合学生运动 那未来可以开放任何活动办理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使用 那我们会持续来关心 整个教育的硬体的设备的更新 那也不只是今天国中 未来我们希望说我们本市各级学校里面 只要有体育馆的 我们希望说地板都可以来做一个更新 让我们基雍市可以变成一个 爱好这个篮球的运动城市 但因为我们爱下雨 所以其实室内的这个体育馆的空间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我们会努力来争取 林敏勋表示 地内国中建校以来 活动中心地板都没有更换过 以前是滑石子地板 同学们比较容易跌倒 现在更换成为新的木质地板 将可以降低学生跌倒受伤的情况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